亲密关系建立的过程中 一种叫我把你驯化了 一种叫我改变了我自己 你们两个人既不能把对方驯化 也不想改变自己 这就是你们现在所遇到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 你其实知道他比你主意更大一点 他甚至比你更成熟一点 但是你会觉得说我是个男人 我想要主控 你也一样 你会觉得说我有我自己的事业 我有我的追求 那为什么我要听你的 我一定要给你这个面子呢 等等等等 这就是磨合的问题 我把你们之间的相处关系 提了一个新词叫什么 叫只记仇不解决 比如说你们发生了一件事情 放在那边 然后不去碰他 等到哪天吵架 你看当年是吧 什么时候 你看电影的时候怎么怎么着了 我要去见你爹妈的时候 你怎么怎么着了 当时他为了跳舞 不带你去见爹妈这件事情 当时为什么不跟他画清楚这条底线 你伤害了我 你的处理方式是有问题的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去见你爹妈 怎么跟你爹妈解释 要不要打一个电话和你爹妈来说一下这件事情 为什么没做 你看你只记仇了 你没有解决他 你也一样啊 你对他很多问题都这样啊 为什么当时没有告诉你 你应该一二三四五 应该怎么办 你就指责 你这不对 你是个小孩子 但当你说完你什么都不对 你还是个小孩子 你一点不成熟的时候 你有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你有去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 我希望得到的结果是怎么样吗 并没有 所以我要给你们的要方就是 不记仇 只解决问题 一个问题出来之后 我们去想办法一二三四五 以后让它不再发生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二三四五写下来 或者说讲明白之后 事情就翻篇了 只解决问题 不记仇 才是你们未来磨合的方向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来 左岩老师 首先说女生 太过自我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每人是一个圆 但是当我们要成为情侣 或者要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 这两个圆 要挪一挪圆心的距离 往中间拉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还是你 我还是我 但我们有共同的部分 但你们两个人 现在就是完全就是两个圈 画在那 每个人都非常的自我 尤其是女生 你根本就不会站在男生的 这个立场上去思考 你站在她的角度 你想想 跳舞也好 你不带她去见家长也好 你把她一个人扔那也好 全都是我的立场 我要怎么怎么样 我们就见家长这件事情 好 你说我要给你妈买个蛋糕 你说不行 那她要跟你去见家长呢 你拒绝她呢 要学会换位思考 把自己的位置 放在对方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 如果是男孩 她跟你约好了 说要去见她的父母 然后说不让你去了 我有事 你怎么想 所以立场的问题 你们两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 站在对方的位置上 去思考这件事情 然后再开始吵架 男生 刚才路西老师说 你们两个不解决问题 我觉得主要的责任在你 你缺少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听了好几件事 她过生日 你们两个吵架 吵完你怎么样 你跑了 还有 看电影 没等到她 走掉了 发现问题以后 不解决 然后我就走了 那这个事怎么办呢 就攒下来了 直到我听到了 那个雪梨事件 所以我发现是 你们两个不仅是两个圆 而且中间还有一扇门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男生你要去敲门 而不是走掉 在门外面 女生你要去开门 而不是就让她在外面 你们两个要打开门 然后坐下来 聊这件事情 这样的话 你们才可以走进婚姻 走向幸福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 今天来特别好 因为你们肯定是要结婚的 但是呢 之前的很多问题 自己没有认识到 然后大家给一些意见 回去好好地处理 去解决 没什么大事 好吗 给到你们两个的 爱情建议就是 尊重彼此 换位思考 宽容为上 让三分何等清闲 退一步 海阔天空 谢谢 谢谢左燕老师 来 胡老师 你说他很幼稚对吧 那也就是说 你比较成熟了 其实在很多的表现过程 当中 男生虽然稍微有点幼稚 但还是一颗非常单纯的心 而你不是 你不像是一个想要结婚的女人 你的那种种和异性出去聊天 跳舞 不尊重彼此的约定去拜见对方的父母 都不像是一个要准备结婚的女人 我们用两年的时间学会说话 用六十年的时间 甚至更长的时间学会闭嘴 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刻意地想要表达自己意图为快 但其实说得越多 距离往往越远 矛盾越大 越不懂对方 但是要懂对方的前提是 你想懂 我至少看到了这个男生是想懂你的 但是你想懂他吗 我倒未必看见 你的种种行为让我感受到 你想用最低的成本让一个男人听话 却又不花耐心去引导他 他此时此刻的年纪 正是幼稚的时候 如果你想让他成熟 想让他成为自己心目当中的那种男人 你就得花时间 你时间又不想花时间 你又想把他驯服成那个样子 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经济条件尚可 又听你话 又没那么幼稚的男人 但是这样的男人 你又是否驾驭得了呢 所以你现在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你自己内心清楚 我的建议就是 在你面前的这个男生 你们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 他是什么样的人 你很清楚 如果说幼稚 他可以为了你改变 并且他正在改变 另外我再告诉你 一个男人在爱情生活当中的成熟与否 不是他在某些事情上的幼稚程度 而是他愿不愿意去懂你 如果他愿意去懂你 他迟早一天会为了你而成熟 就看你自己 内心深处想不想懂他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又生气了 都是我的错 这样说下来 角度不同 站的方向不一样 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特有意思 看着我 看着我 我好好跟你说 我像你了 我一定说他的错 这也不行 咱还能那个平静的 说点事儿吗 姑娘 你把心绪放平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人家说的不合你心了 没说对 你就当他不是 那只说了我一个人了 他应该也应该说他是吗 那他也作为一个评论老师 可以都评论一下吗 那为什么只评论我一个人呢 现在是这样 他一直缠着是他的对 我就不对了 那我就再说一句 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批评一定是批评那个年长 因为在生活当中 作为一些主导方向的一些引导 也恰恰是年长 说你是因为说你 更有利于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 如果不说你说他 也不是说他问题更重 而是在于谁更主导这段关系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那你这样说就是说了 没关系 你生气就生气 我也不在乎 但是你生气恰恰证明了 你恰恰不诚实 本来这是事实嘛 这个节目本来就是 应该是两个人都有错 错全都错到我一个人身上 我们把这四位老师的所有话 做一个总结 然后咱们再说 到底是谁对还是谁错 好不好 在我的听觉里头 四位老师没有界定 你们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而是在说 在相处关系当中 你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大体我把它总结了几句话 你看对不对啊 第一个是 亲密关系 突破容易 重建难 就是当我们真的拥抱在一起的时候 推开彼此 这个距离到底是一手就抓的距离 还是半抱的距离 还是就面对的距离 这件事就很难了 这是很多情侣面临的问题 你们俩是不是这个出的问题 索严老师说了吗 他说的是个圆吗 说的对不对 人家说对了吧 那在这种关系里面 没有对错 是两个人舒服就好 接下来老师又给你们低进分析了 既然你们这个是相处是很难的 怎么让他变得容易一些呢 要学会懂对方 老师们第二步跟你们谈的是相处 第三步谈到了 既然是两个亲密的人 在亲密关系当中 有一个人总是要做出一些付出的 老师当然是想选中一个 看起来更稳重 看起来更能持家的人 或者叫看起来更主导这段感情的人 我说句好听的话你一定爱听 在感情当中主导感情的人 往往是那个被爱的比较多的人 这话你爱听吗 小伙子更爱你一些 所以老师们选中了你 希望你能引领这段感情 没有说对错呀 这是我刚才听到四位老师说的话 我分享给你 我刚才突然说你 女朋友都说你直瞪他是吧 所以你看 你只记着跟不相干的老师去发火 你都没注意到 就这样 但是他又不能说我冲上去是吧 问你一句话 这性格你接受吗 得了 最后跟你说几句话 你已经看到了 这就是你喜欢的一个女人 她是改变不了的 就在她整个的行为里面 即使我错了 我嘴上也绝不认错的 这个就记住了 特别重要 你要学会解决问题 什么意思 她怕吵你别怕 你们俩把这件事都吵透了 最后你跟她说 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我以后再不敢了 这事就好了 性格只对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 才能谈好坏 对于外人来说 根本谈不上好坏 她爱你 她在意你 所以你的脾气会影响她的感受 她不爱你 她不在意你 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自己 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刚才 郭老师也惊奇地点评啊 然后 根据我自己类型的想法啊 这么多年来走过来 确实经历了风风雨雨啊 确实也不容易 然后的话 希望我们 自己慢慢磨合 可能希望她在性格上面 稍微改一点 然后我也能让这点 我在这里感谢主持人老师 感谢各位评委老师 其实我真的今天很激动 但是我想说是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也不容易 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 同甘共苦 我也希望你的小孩子脾气 也能改一下 如果就说你还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该不该 走下去 心里想什么骗不了人呢 有人已经觉得这不是恋爱了 这已经是婚姻了 所以才会说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婚姻 你们俩结婚了 那你干嘛说你们俩的婚姻 就是说结婚能不能走 还没结呢 想什么结婚的事啊 别嘴再硬了 好好调整吧 谢谢两位 请回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一对 还挺有意思的 我们就碰到了这么一个女生 我觉得她特别的真实 来 请关门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情感生活当中 因为每个人都带着一份性格 在走 在生活 我们追求白头到老 但是有的时候 你真的打磨不在一起的时候 就要考虑 说白了就是 能不能学会宽容和原谅 这个真的挺难的 我们都在成长 婚姻让我们成长 孩子让我们成长 所有的东西都是让我们成长 其实今天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大家看到了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真实性格的嘉宾 就是她真实的性格 反映出来 让大家看到所有的问题 但是请你记住 跟你说真话的 都是你的亲人 或者关心你的人 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这么多年来的一个魅力 因为老师们都说发自内心的良心话 我说给你听的 那个忽旦妹子啊 来吧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还不高兴啊 你要不高兴 我教你说一句话 你说我错了包 错了还送我花 怎么着 所以这要较劲啊 这生活就没法过了 你知道吧 开开心心的吧 聚焦你们俩的关系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华童 有请 谢谢 以后还是 让着你一点吧 这么多年来 反正也过了 感觉也蛮好的啊 谢谢 请亮灯吧 姑娘改改脾气啊 两位请回